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根真道 火出基督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诗伟传道 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跟你一起来查考罗马书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查考的是罗马书第一章18节 一直到最后32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的罪以及上帝的愤怒 在18节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在这一节里面讲到了神的愤怒 今天我们对上帝的很多的认识 有的时候是片面的 我们有的时候把上帝阿爸天父完全想象成一个圣诞老公公 有求必应 似乎他是完全的愤怒 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上帝是有愤怒的 并且他这个愤怒是要显明出来的 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 什么是不前不义 这里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如果他所行的不义阻挡了真理的传递 神的愤怒就要显明在他身上 或者他行的不义阻挡了真理在这世上的彰显 神的愤怒也要显明在这个人的身上 那到十九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来自显的 十九节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二十节 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退位 这两句其实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谈到人对神的认识 最合适来使用的经文 首先 神是一个自我显明的神 并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 使人不能够明白的神 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至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一些人 问一些好像无法回答的事 那也可以说 上帝他要人知道的 都显明在人的心里 而隐秘的事情 也属于耶和华 因此人当来认识神的时候 是来认识神向我们显明的那个部分 如何是显明在人的心里呢 二十节就解释了 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为什么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呢 上帝的所造之物 其实我们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是大自然 一类就是人自己 在中国文化里面 也是当人要来思考真理 思考这个神天道的时候 或者就是隐居于 从领山间来默想 这就是借着所造之物 山水天地来思考 这样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 也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个灵 天地人三才 人是中心 因为人能够借着天地来晓得这个灵 这个灵在中国文化里面也叫福和善 因此上帝是借着所有的被造物 来显明他自己 那除了天地三川之外 另一个所造之物就是人自己 因此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也说 人要常常自喜 一日三行自身 我们借着人自己 借着人和人彼此的关系 也是可以晓得神 所以这两句经文主要讲到三点 第一点是上帝是自我启示的神 第二点 他是借着所造之物 就是天地和人来显明他自己 第三点 因为他已经显明了 所以人无可推诿 上帝一方面将他的命令 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 就是我们俗称的良心 当然人的良心不完全能够跟神的律法对等 因为人的良心因着文化 因着人的罪性而模糊 但神的律法是永恒不变的 但是人心中还是明明能够知道 有一位神 神的永能和神性 知道爱 知道公义 知道这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借着天地也借着自己 是可以晓得这样一位神的 所以人是无法推诿 那么什么是罪呢 二十一节就继续说 因为人知道神 而不认神 所以这就是罪 所以罪的根本就是不以神为神 二十一节说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因此人既然是知道神 就是他的永能与神性 在人的心中显明 但是人虽然知道神 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 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呼吸的空气 水 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也不感谢他 因为不将神当作神 也不感谢他 因此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也就我们说 头上三尺无神明 无法无天 那么人就失去了一个准则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亚当夏娃吃智慧树上的果子 这个智慧树 原本是分辨善恶树 也就是说他按照自己的心思和理念 来判定什么是善是什么是恶 那么亚当和夏娃他们来吃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第一就是为了眼目的情欲 就看着这个果子很美很好 第二就是为了度福的满足 因为吃果子能够饱富 第三就是今生的骄傲 是撒旦来诱惑他们 说你吃了这个果子 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所以人最重要的今生的满足 就是像神一样 而不是像人一样 因此当人要像神一样 来判定善恶对错 要像神一样来荣耀自己的时候 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骄傲 骄傲并不是我们平常讲的 为人处事里面的骄傲 其真正神所厌恶的人的骄傲 是不将神当作神 却自己要成为神 你自己为神 这就是罪 而罪的结果就是与这位神隔绝 因此呢 无知的心就昏暗 思考的就思念都是虚妄的 心也昏暗 没有前辈的奉献 你我怎能与恩典有份 没有你我的奉献 远方的他们又如何听闻福音 让我们因这所蒙的恩 甘心乐意的奉献 与神同宫广传福音 那接下来我们看 这样的罪产生的罪行 所以真正的罪就是不以神为神 以自己为神 那么不以神为神 以自己为神 它就会产生罪行 什么样的罪行呢 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22到24节 罪产生罪行 一共有三个认评 第一个认评 这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这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 和非情走受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凡 所以神任凡他们逞着心理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占污自己的身体 这里讲到的第一个任凡 就任凡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造神和拜神 神本身是没有形象的 但是人就将神造成我们心中所想的 非情走受昆虫 甚至有人的样式 比如像佛教里面的 也有这种阴啊 太阳啊 甚至我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也有看到拜脑鼠啊 拜一棵树啊 各种东西都有 而这些形象 其实都是被造物 那么创造者当然不愿意被人造成被造物 那为什么人会将神造成被造物呢 因为其实人将自己当作神以后 他造神拜神 但其实人还是将这个神看为比自己低的 虽然他拜他造 但目的是要这个神来为自己服务 也就是所有拜偶像的 造神的 其实都是要造一个来服务于人的神 造一个听从人命令的神 所以表面上看是拜偶像 其实他们是造一个偶像 来让自己经理的这种情欲得到满足 我们讲的情欲并不仅仅是信誉 还有情欲 就是各个方面的人心思意念里面 想要满足自己身体欲望和心灵欲望 所以这第一个认评 那么第二个认评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化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他们的男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立心的用处 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立心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欺了女人顺心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见第二个认评 就是当不以神的真实为真实 而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化 去敬拜自己手所造的受造之物以后 神就任凭人 放纵自己可羞耻的情欲 以至于人在自己的身上得到这个妄为当得的报应 从前面这两个认评里面 对照十戒的前四项 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一节 这四项就对应了这两个认评 十戒的前四项是这样写着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此爱 直到千代 不可枉称耶和华里神的名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那么第三个认评 就是在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认评他们存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你的事 装满了各样不义 邪恶 贪婪 恶毒 满心是嫉妒 凶杀 真净 诡诈 毒恨 又是 忏悔的 背后说人的 恋恨神的 五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 违背父母的 无知的 被约的 无亲情的 不怜悯人的 三十二节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在这两个认评里面 就讲到当人不再敬拜神 以神的真实为虚谎之后 他们因为以自己为忠心 以自己为神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癖的心 行了各样不合理的事 就是我们所看到今天这个社会上充满的这些不合理的事 在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都写得很清楚 那这些事有的时候没有违法 但是他心中就像恨人与杀人同罪 这是一样的 在神眼里 这就是人行出来的恶 并且我们喜欢别人行 最后一个 第三个这个认评 就于十节的后六项 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到十一节 是相对应的 就是讲到 人和人之间关系里面 所有的这些罪行 这六项讲到 人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家 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苦悲 流驴 并探一切所有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三个认评 两个认评对应的是十节前四项 最后一个认评 是讲到人的行为 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对应十节的后六项 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 最重要的基督教的 基要的真理 我们所信的 就是要和人说清 六个字 就是有神 有罪 有救 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看 上帝 他的公义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真是感谢您 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见 你的永能与神性 仍是明明可知的 借着所造之物 就是天地万物和人自己 就可以晓得 无可推诿 但是我们却不以神为神 以我们自己为神 以我们所造的为偶像来敬拜 使神的真实变为的虚幌 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就完全的被你弃绝 亲爱的恩主 人正是因为与你的隔绝 使得我们心思昏暗 行各样的不义和误会 主愿你救这地的命 也愿你真实来洁净我们内心 让我们真实每时每刻回到你面前 以神为神 以人为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敬拜你 也听从你 跟随你的 主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报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我